各位評判老師 各位藥師 以及親愛的同學們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要講的故事是 螃蟹零把編 螃蟹他的印象零把編 但是已經誇文也沒有 於是便在這頂端的船邊去 他發現張立大樹木架邊叫他 張立先生 請問 張立的習慣來問 什麼故事 我是李老師 請問你需要我給你們誤會 請問 您是剛在我的頭上 有嗎 螃蟹仔細看著看張立的頭 他的頭上不僅沒有忙 而且還很方便 於是螃蟹又打算下去了 在上個真無意 螃蟹說 螃蟹先生 我吃你來吃 請問您不要緊張 螃蟹打起壞螃蟹說 好吧 我問你 不過 螃蟹螃蟹的頭頭 還要一路包包頭頭 我傳不全給你 螃蟹說到 他 沒問題 螃蟹邊回家邊吐貝給胡理裡頭 啪啪啪啪 但是螃蟹的身體很小 胡理比太大的光 而且 胡理全身都是馬 所以螃蟹就起來實在是你 螃蟹拼命地揮到這幾個燈 胡理換了三天 好不容易才給胡理煎湯 你跟我說好了 有一個一路包包頭 現在就請你吃吧 螃蟹說 螃蟹說 你爸爸讓你講得有點多大 螃蟹說 像山那麼大 螃蟹聽過 差點無法 像山那麼大 但怕他自己 一個人是無法掩討的 然後 螃蟹就讓他的牌子 都做理法師 甚至他的孫子 張孫石等 也一生下來就做理法師 所以 我們現在看到的小螃蟹 也都有簡單 同學呢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